好的 各位观众啦 杨曼达的早上网 中国号 晚上好 我是国际解说 狗头池 标准的威力王撞车局 撞谁呢 撞羊面 CPT的中国第五威力王对上EVO世界前五枪 你可以感受到当中的这个差距吧 但是今天很明显 羊面有在瞎搞 他这边没有拿自己的主力在打排位 而是选了一个阿比盖尔 结果一不小心就遇到了传说中非常会打阿比盖尔的威力王 我曾经在天梯的时候看威力王打阿比盖尔 那阿比盖尔就在地上没动过 就完全爬不起来 然后威力王很嚣张的说了一句 打这种选手就不需要动脑子 非常的轻松 直接一个套路按过去不就行了吗 但他今天遇到的是有脑子的羊面 很危险 来 羊面这边被跳入 哇 这个打阵落逆 非常的刁钻的一个跳入角度 威力王使出了一般平时我们见不到的这种招式 说明今天的对手非常的让他重视 很想赢 来 请过这种直接这边又被跳 哇 威力王 在这一波 威力王要死了 这还用一个C 仰面非常重视他的对手 在这个点上面我觉得完全可以爆个VT的嘛 对吧 头垂垂一下嘛 不管怎么说万一死不了也不至于被对手一波弄死 所以他压起身肯定是有力的呀 这样交CA 非常重视威力王 我只能这么说 威力王他的一身之地 来 这里走机过去直接吃一巴掌拍倒在地 威力王现在直接选择用走机来过对手的一个拜年 不错 指令头抓完了 威力王要来了 先是一个走机 靠倒以后打到扛 中拳 EX 波 然后再抓一个指令头 直接没有晕 啊 这里跳了一下再晕了 这里要打一波最大伤害连 一X波过去 落下来还没死 刚才因为晕倒的那个距离是比较近的 所以威力王的这个波过去 他是没有办法打一个最大伤害 否则的话再接一个起跳 那对手就死了 好 那这样是来到第三灯 嗯 旗鼓相当的对决 两个人就是你一波我一波 你一波摁死我 我一波摁死你 这里先是一个磕头过去 这里跳入两边比谁跳的高 显然威力王比较轻盈 平时健身健的比较好对吧 就比较瘦 体质比较低 跳的更高 现在两个人决定要冷静一下 杨美这边出手了 哎 威力王这一波就非常的有想法 用自己的霸体去钢对手的霸体 看谁的霸体更霸 对不对 谁才是真正的爸爸 那威力王很明显经过刚才的那一波 已经认清了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爸爸 那爸爸已经把这个儿子吊死海打了 最后一个CA打完 好 威力王有翻盘的机会 威力王这里重拳靠过去想开VT 没开成功 这边跳入成功了 好了 这一波KVT交出来了 威力王终于死得其所了 心安理得的死 这边一波过去打的非常的潇洒 中拳 没有打到乱动 对手这里也缺乏有失误 下青鸟的话 威力王已经死了 这里中拳 呦魔咒 威力王打得非常的凶 气势汹涌一个跳入 这一手米娅抓的好 这个霸体 又被霸体弄死了 威力王恨就恨自己的招式怎么都是一段的 那对手这边手上的霸体有点多 对吧 他的一段轴机过去 往往就是白给了 好 那这样就到了第二局 上来威力王 这里想用重拳摸脚 直的被跳了一波 有点痛 痛完以后还要再进个厕所 跳中拳 然后中拳一段 呦呦 这个碎康 痛 情况之内晚上直立头 老的威力王吹响了反之的号角 跳出来了 现在让你见识一下谁才是 真正的爸爸 还是羊面 那威力王想当地的这个心情 非常的迫切 但好像没有这个机会 情况之 威力王现在挖空了脑子 就想快点把对手摁倒在地 然后冲过去开出自己的VT 就这么简单 中拳要开出VT了 这一波过去先打一个中断 连招掉了 这个中拳打到乱动 后手没有任何的确认 哎呀 不愧是我威力王 我一直非常崇拜的偶像 重拳打中给你那么多的机会 但你始终后面没有东西 那这时候威力王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不确认 他一定会告诉你一句 网络比较卡 这个有点画面有点陡看不清 然后他会很煞有其事的给你反复的强调一下 知道吧 所以不要去问他 好 那现在威力王这边走机挂到以后 有打到counter 再连一波 这里又是想要莫名其妙出个走 可能是想对空的走机结果出错了 不过问题不大 这一波到版边 威力王爆一以后 实力大增 就反复循环下轻角 来他个三四遍 这里VT取消破防了 威力王要再一次倒地 这里还可以再接个VT做一个白运 嗯没有接 威力王也不起身 直接起身拍一个指令头 跳中角 嗯 哇 威力王选择用走机去钢对手的一个VT 很有想法 真的很有想法 我非常钦佩威力王的勇气 不然怎么叫做勇气威力王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一场 威力王的上分之路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今天能整理型报道 把下轮得到